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是千瑞 现在由于全球的芯片短缺 导致各大车行的新车的库存是非常的有限 有的时候呢 你拿到钱可能都买不到自己理想的车 这个新车的制造速度是远远赶不上我们的购买的这个速度的 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来到这里采访一下他们的华人销售 看看他们这里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带大家了解一下 Subaru的新车Outback Wellness 那好 话不多说 我们先去采访一下他的华人销售Alan吧 Hi Alan 听说你们的车行已经开始收车了 请问你们收什么样的车 具体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现在因为是这样受国际芯片那个供应的短缺的影响呢 我们的车价有所调整 新车呢和二手车的车价都有所调整的情况下呢 您手中的二手车可能会存在增值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手中的二手车拿过来 我们可以进行评估来估价 看您想不想出售您的车子 或者跟我们的新车做一个这个trading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主要针对几种车型 一种呢就是您已经付全款所购买的车型 这是一种 另一种呢就是您现在还仍在贷款中的车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您跟租车公司所租的车 例如说三年的租约还没有到期的这样一种情况 不管什么样的车型呢 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欢迎您把车子拿过来 我们可以进行估价的 根据您的这个车子所处在的一个环境中 我们给您做一个最优化的调整 那么具体的一个流程呢 就是您首先最好打电话跟我们预约好您的时间 然后开着您的爱车过来呢 我们请我们的二手车的老板给您做一个估价 那么同时您要带来的一些证件 例如说您车辆的保险 例如说您车辆的这个DMV给您发的注册表 或者如果您已经全款买来的车子 您的车主证也一并带来 然后我们会根据估价的实际情况 给您一个offer 一个很好的报价 这个报价理论上七天之内都是有效的 那么根据这个报价呢 如果您同意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来收您的车子 或者呢您可以把您的车子 换成我们的一个新的SRUBO车子 我们把两台车子放在一个销售的一个deal里面去做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啊 那比如说我打电话预约 我可不可以就是说人没来的情况下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车型 你就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大概的估价呢 我们可以在电话中进行一个大概的估价 但是我们会存在几种问题 一种就是我们要确认您是不是车主本人 这是所以说我们需要您要带一些证件 和您自己的ID到时候过来 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来卖车子给我们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您的车子存不存在一些 例如说刮叉呀磨损呢或者一些零部件需要更换呢 这些我们都是需要我们的这个车行老板 到时候现场来做一个决定的 我们在电话里可以做估价 但是那个不是最准确的 但是您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 那一般过来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完成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的话如果您 我们如果预约时间的话 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完成 如果您的手续都带得齐全 然后车辆也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我们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可以把它做完 我们还是来体验一下这辆车吧 本来想带大家一起出去试驾了 但是由于现在车行的库存非常有限 只剩这么一台车了 所以我只能带大家原地踏步来坐着体验一下了 好 那我们现在坐在车里启动一下 看看感觉如何 听这声音真好听 现在它的马力已经从182涨到了260 所以它的马力加大了 而且它现在用的是2.4升的沃轮增压 所以它的马力非常的足 特别适合它的越野性 而且你看它这个镶嵌的黄边 还有手把的黄边 还有每一个黄色的线条 座椅上的线条 包括这块的线条 还有所有的线条都是黑黄搭配 这种感觉特别的高级 我们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 即将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 Saramonte Subaru车行这一面 来了解试驾和订购 当然了 如果想把您的旧车置换成新车 或者是想卖掉您手上的旧车 无限品牌 无论是您已经全款付清的 或者是贷款的 或者是历次的车 都可以来到Saramonte 苏古车行 找艾伦来进行了解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